我起初所取的名号叫做雪海 但是从那天以后 我就改号叫做了凡 因为我已经明白了 立命的道理 不愿意再跟凡夫一样了 能够把凡夫的见解完全扫光 所以才叫了凡 从此以后我整天都小心谨慎 自己也觉得跟从前大不相同了 从前的我是糊涂随便 无拘无束 而现在的我 自然而然会有一种小心谨慎 战战兢兢 戒慎恭敬的景象 虽然是在暗示无人的地方 也常谨慎注意自己的言行 深怕得罪了天地鬼神 因此遇到讨厌我 毁谤我的人 我也能够安然地接受 不与他人计较争论 从我见过了云谷禅师的第二年 我到礼部去考科举 原先孔先生算我的命 应该考第三名 哪知道竟然考中了第一名 孔先生的话 开始不灵了 孔先生并没有算到我会考中举人 哪知道到了秋季的乡市 我竟然考中了举人 这都不是我原先命里所注定的呀 因此 云谷禅师说 命运啊 是可以改造的 这话 我就更加地相信了 不过 我虽然把过失改了许多 但是碰到一些应该做的事情 有时还是不能一心一意地去做 即使是做了 依然觉得有些勉强 不太自然 自己检讨反省 觉得过失仍然很多 例如看见善 虽然肯做 但是还不能够大胆地 向前拼命去做 或者是遇到救人的时候 心里面还是常有疑惑 没有坚定的心去救人 自己虽然勉强做善事 但是还会常说一些犯过失的话 当我在头脑清醒的时候 还能勉强地把持住自己 但是酒醉之后就容易放肆了 虽然常做善事 机械功德 但是过失也很多 拿功来抵过 恐怕还是不够的 光阴也就这样常常地虚度过去 辽凡先生从几四年听到云谷禅时的教训 发愿要做三千件的善事开始 直到几毛年 经过了十一年才把三千件的善事做完 记得那时 我刚和李建安先生从关外回来 还没来得及把所做的三千件善事做一个回向 一直到更尘年 我从北京回到南方 才请了姓空 慧空两位有道的大和尚 借东塔禅堂 为我完成了这个回向的心愿 这时我又起了求生儿子的心愿 并且许下了再做三千件善事的大愿 一直到新四年 我才生了你 取名叫天启 我每做一件善事 都会用笔记下来 而你母亲不会写字 所以每做一件善事 就用额毛管印一个红圈在日历上 不管是送食物给穷人 或是买活的动物去放生 都会印下红圈 有时一天可以寄到十几个红圈呢 也就是代表一天做了十几件善事 像这样到了鬼未年的八月 三千条善事的院终于做满 我又请了姓空大和尚等人 在家里做回向 同年九月十三号 我在许下做一万件善事的大愿 希望能够考中进士 四年后 也就是丙须年 我居然真的中了进士 于是力部就安排我到保底县当县长 我做保底县的县长时 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我叫它做迟心篇 就是生怕自己心里长起邪思歪念 因此用迟心这两个字来警惕自己 每天早晨坐堂审案的时候 我一定会叫家里人拿这本持心篇 交给看门的守卫 放在办公桌上 每天所做的善事恶事 虽然很小 但也一定会记在持心篇上 到了晚上 我便会换了官服 在庭院中摆好桌子 仿照宋朝的铁面玉石照月道 焚香祷告天地 天天都是如此 你母亲见我所做的善事不多 常常皱着眉头向我说 以前我们还是老百姓氏 在家里帮你做善事 好像比较容易 所以你所许下的三千件善事的心愿 才能够做完 可是现在 我们在衙门里 没什么善事可做 你所许的一万件善事 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 在你母亲说完这番话之后 我心里想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 有天晚上 我忽然做了一个梦 梦见一位天神 我就将一万件善事 不容易做完的困扰 告诉了天神 天神说 光是你当县长 检收百姓钱粮这件事 你的一万件善事 就已经足够抵充圆满了 原来保底县的农田 每亩本来要收两分 三厘七毫银子的田赋 但是我觉得百姓出的钱太多了 所以我就把全县的田地 仔细地核算一遍 将每亩田应缴的粮税 捡到了一分四厘六毫 这件事情确实是有的 但是我觉得好奇怪 天神怎么会知道这件事呢 而且我也很疑惑 为什么光是这一件事 就可以抵得上一万件善事呢 那时候恰好 换于禅师从五台山来到保底 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禅师 并请问禅师 这件事可以相信吗 换于禅师说 做善事的存心要真诚恳切 万万不可虚情假意 企图回报 那么就算即使是只有一件善事 也可以抵得过一万件善事了 况且你减轻了全县的粮税 全县的农民都得到你减税的恩惠 而减轻了众税的痛苦 千千万万的人民都因此而祸福不少啊 我听了禅师的话 就立刻把我所得的薪水捐出来 请禅师在五台山替我摘僧一万人 并且把斋僧的功德一并回向 孔先生算我的命 到五十三岁的时候 应该是会有灾难 我虽然没有齐天求寿 但是五十三岁那年 我竟然一点病痛都没有就度过了 现在我已经六十九岁了 多活了十六年 书经上说 天的道理是不容易相信的 人的命运是没有一定的 又说 人的命运没有一定 而是要靠自己去创造的 这些话真的一点都不假 我现在才知道 凡是讲人的祸福 都是自己求来的 这实在是圣贤人的话 若是说祸福都是天所注定的 那是世上一般凡夫庸俗的讲法 天道不亦信 人命不一定 人命不一定 要靠自己造 若说祸与福呀 若说祸与福都是天注定 凡夫俗子自己讲 不是圣贤开示的道理 不是圣贤开示的道理 儿子 我不知道你的命究竟怎么样 但是就算你的命中 应该荣华显达 还是要常常当作 骆驼失意来想 假使你事事顺利亨通 也要常常当作 不称心不如意来想 就算眼前有吃有穿 衣食风足 还是要当作 贫穷饥寒的时候想 就算旁人喜欢你 敬重你 也还是要处处小心谨慎 常做戒慎恐惧想 就算你家世代 都有很大的声望 得到众人的尊重 也还是要时常谦卑恭敬 当作卑微想 就算你学问高深 还是要虚怀弱骨 常常做粗浅笔漏想 这六种想法都是从反面来看问题的 如果能够这样的虚心反省 道德自然会增高 福报也自然会增加了 往远处看 往远处看 应该要想如何把祖先的道德勇气传扬开来 往近处看 则应当想父母 若是有了过失 儿女应该要替他们遮掩起来 也就是要做到孟子所说的 父为子隐 子为父隐的大义 谈到向上 则应该要想如何报答国家的恩惠 讲到对象 便应该要想如何为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说到对外 我们应该要常想到去救济别人的疾难 讲到对内 就应该要想如何预防自己的邪念和恶行 这六种想法都是从正面来肯定问题的 若是能够常常如此的存心 必然能够成为正人君子 一个人必须要每天知道自己的过失 才能天天改过 若是一天不知道自己的过失 就一天天安安逸逸地 永远都自以为是 如果每天都无过可改 就是每天都没有进步 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 然而他们在道德上却不肯努力用功去修 在事业上也不能用心尽力去做 就只为了音寻两个字 而得过且过不想前进 所以才耽搁了他们的一生啊 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道理 实在是最精辟最深广最真最正的道理 希望你要仔细地研究 并且要尽心尽力地去做 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航蓝